你結婚幾年了? 我2015年結婚的 然後到今年滿七年了 七年?對 我看她妳的心得是35歲結婚 37歲 才想要開始生小孩 38歲到40歲做事館 對 其中第一次是做人工 對第一次做人工 那做事館因而妳總共做了幾年? 總共三年 就從2017年的年底 一直到成功的是 2019的5月 3年24次 對3年24次 我講的24次是13次取婚 11次取婚 嗯 那這個過程當中啊 您第一次知道妳懷孕那個心情 其實我第一次 我記得她好像提早好幾天 對不對? 然後她拍了一張院長妳覺得呢? 我說這個就是懷孕的 這是什麼好懷孕? 她就衝過來了 衝過來了再一樓兩題 我那時候疫情嚴重嘛 那時候五月多 那時候兩起來是發燒 我們那時候還去啪啪的 就叫她 欸?那時候沒有再抽血? 那時候沒有抽血 我回家抽 我原路回去就直接去抽血 好像很高 187 我昨天還去看了一下數據 提早 提早4天還是3天 對 那時候我就覺得應該是多包 不知道多到哪裡去不知道 對然後後來妳再來驗孕 因為這個好像是在妳24次裡面 其中有一次曾經有過 可以給她們碰嗎? 對 那這對雙包胎生下來 妳現在的性情是怎麼樣? 應該是這一張出現的時候 對啊 這一張雙包胎 是很高 很高興 因為我在運期的時候 其實我都不敢開心 因為人家都說 抱在手上才是真的 我都沒有開心 我都沒有開心 對啦是真的 但是就是 你知道我不敢想像這是真的 所以 會不會擔心說 這個當中 在火焰當中 會不會擔心說 有人醒過來 一場夢這樣 對啊就是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都不敢太開心 但是真的 其實是很開心 我覺得妳爸爸可能是覺得 有一點點 不肯相信 他以為是跟來 妳爸爸 真的 我有點忘記了 跟妳爸爸 妳媽媽跟經濟 第一次看到妳爸爸是那個時候 因為第一次看到 我不參加 參與那個參見 然後妳先生沒有付過 我先生一直在國外 然後我先生在西亞圖 對 一直在國外 妳那時候講一句話說 搞不好她回來都獨幼十年 那時候疫情啊 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 疫情怎麼變化 對 那妳有沒有什麼建議給現在正在努力 辛苦求職的 可以來分享一下 我覺得就是 妳 一定要 早一點嘗試 就是如果妳發 妳想要生小孩 妳只要 半年或一年 妳發現妳自己生不出來 妳就一定要來求診了 因為我看過很多 所以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就是大家都說 運動可能就好了 或吃中藥可能就好了 他們其實 妳只是一直在消磨妳的時間 對 妳的卵子越來越老了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是一個 我們女人就是要跟卵子賽跑 所以真的要早一點 第二家醫院是5.3 第二家醫院4.3 對 每一年都降1 3.2 對 每一年都降1 我說這個是賽跑 所以從5.3降到3.2 然後她還打了對折 對啊 所以兩三年 對 所以真的是 妳真的是要及早求診 時間是很重要 有些病人就是 像最近 有一個姓張的病人 她就 我覺得她早就要做四百億了 她肅膀管有問題 結果她說 我猜測不會是自然 我想說她如果心態如此 我現在不明想 我說妳要自然就順其自然 那我沒有講出來的一句話 就是說妳們結婚三年五年 這個就是自然 一件事情做三年五年不會失敗 不會在第四年 第四年 對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走這條路 就算妳失敗妳不要灰心 妳就要 因為妳自己知道妳要什麼 所以妳要 妳真的是不要灰心 妳一直嘗試 一定會成功的 在於募主的人 我是這樣覺得 這計畫的確是 接近百分之百是成立的 不過 很多病人其實是 失敗在自己 失敗在自己 他可能 一次失敗 就無法 無法再來一次這樣子 我知道 失敗是很難過 很辛苦 很痛苦 但是 你沒有再試下一次 其實 不少一點